女设计师在工作室被杀害 双眼也被残忍挖出 并且被塞入两枚一直出现的徽章 方一人拿出照片大胆猜测 照片里最后二人很有可能是下一个被害者 这些死者很有可能因为 知道15年前的真相而被灭口 方一人在网站后台查到相册有7个管理员 也就是说除了未出现的两人 还有负责给他们拍照的那个人 一共是7人 7天前后台有一个匿名IP查看过这个相册 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三个其中一人 警察来到刘淑妍葬礼现场蹲守 果然被他们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他胳膊上的刺青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就在抓捕之前却被对方逃脱 方一人追了上来 但对方说的话也让方一人大为震惊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要杀小米军陷害我 原期离和刘淑妍是不是你杀的 是不是你杀的 可惜方一人还是被对方挣脱 老赵追了上来也被男子困住 男子口中的小林是方一人师父老林的儿子 他也是一所名为企业基金会的负责人 这里主要是收容被原生家庭伤害过的孩子 和一些戒毒青年 方一人的女友也是刚刚辞去记者的工作 来到这里做一名顾问 另方一人还不知道的是 女儿小孟也暂时居住在这里 因为她曾经是臭名昭著的医院杀人凶手 曾入狱两年的她无法找到合适的房子 逃跑的男子小吴也是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 他们一起创办基金会 就是为了那些生活在痛苦中的孩子们 后来小吴染上了毒瘾 女朋友小白也是要赢者 五年前死后 小吴一直无法接受才染上毒品 为了保护基金会 小林只能让小吴离开这里 这几年期间两人没有任何联系 经过警方的调查 小白也正是照片上的第六人 方一人和薛法医也再次查看小白的档案 报告上记录小白因为毒品交易纠纷 被要投持枪杀害 但并没找到凶手 很快方一人就发现疑点 通常穿透性的枪创 很快就会造成新阴性的休克死亡 但在她后警有明显生前的注射痕迹 也就代表小白中枪后 有其他人出现在现场给她做过注射 最可疑的是这起案子也和小吴的案子一样 也是老林负责整理和结案的 这一切线索都指向老林有问题 就在这时老赵打来电话 他们搜查了小吴的家里 在家层里找到一些子弹 但并没有发现枪 张检也来到戒毒所了解情况 原来小吴前几天晚上 趁工作人员不注意跑了出去 也在监控中发现她曾出现在基金会 并且与小林有着拉扯 这说明小林一直在对警方说谎 他们到底在隐瞒什么 警方再次来到基金会 却被开募捐餐会为由被拦了下来 可就在会议开始的时候 却发现小林不见了 警方也发现了不对劲 立马封锁了现场 就在几分钟前小林接到一通电话 方议员的女友徐海英 也开车向着小林家赶去 当小林回到家 却看到小吴拿着一把枪坐在那里 却输出来了 不是 你已经杀了够多人 我不会再让你积蓄 我们再进去